明楼是身在曹营 心在汉 好一个身在曹营 心在汉 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当着我你说身在曹营 心在汉 当着周佛海你会说 效忠新朝努力国势 当着汪满春你该说 只谢鸳鸯不谢鲜了吧 你要是落到军头手上 会不会说 你来自抗日统一战线 还需要你沉沐 进来 姐 我回来了 跪些 我今天要是不去找你 你是不是打算 这辈子都住在酒店里 大姐 您误会了 误会 今天你当着父母的面 老实告诉我 你心里是不是还惦着 那个汪漫春 清本家人 奈何作贼 好 你还分得清中奸善恶 那你回到上海后 却一头扎进新政府 汉奸走狗的门下 你这不是赴逆维艰吗 你这不是卖国求荣吗 大姐 明楼从小受姐姐教养 只知道京中报国 哪里敢妇逆维艰 明楼若是有半点卖国求荣之心 愿意听姐姐发落 好 那么请问新任财政部首席财经顾问 明楼先生 对于你的官阶头衔 你有什么可解释的吗 还不止这些 还有新任时局测进委员会 兼特务委员会副主 你不要告诉我 你这是在曲线救国 接着说 说什么 你不打算解释吗 解释什么 还能怎么解释 你已经把我所有的话都堵上了 除了曲线救国 我还真没有第二句话可说 大姐 那你就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大姐 明楼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当着我你说身在曹营心在汉 当着周佛海你会说 效忠新朝努力国势 当着汪满春你该说只谢鸳鸯不谢心了吧 你要是落到军头手上 会不会说 你来自抗日统一战线 真是质地莫如今 明大公子 清醒些了吗 大姐 有话好说 你清醒了就好 千万别在我这里 冠冕堂皇地做演讲 我不吃这一套 你在外面嚣张疤祸也就罢了 到了家里 你就给我规规矩矩地说人话 听到没有 是 说你是什么人 我是中国人 我问你你是什么人 我是您的家人 我是您的家人 那好 我问你 你这次回上海做什么来了 做中国人应该做的事 何以证明 时间会证明以前 多久 可能会很久 很久是多久 大概三五年 也许七八年 这么长的时间 给足了你改型更章的机会 那以姐姐的意思 我倒是有一个法子 可以历变中间 姐姐请讲 我打算后天飞躺香港 一来呢 我有两笔款子 要到香港的银行去转账 二来呢 明潭一个人在那边读书 又辛苦又没人照顾 我想去看看他 这第三码 我要带两箱货出去 问题是 这两箱货 现在都压在吴松口了 我需要两张 从吴松口出关的 免检货物特别通行证 大姐 您倒是早说呀 您这求人办事您还 您什么时候要 去找你们的程度 去山�했어요 还有个问题 对不起 这个女性协商 肯定他 去江 等一下 月下 train 您看我还跪着呢 您总得让我站起来 给您签吧 谁让你站起来的 跪下 你做了这种汉奸构官 就只配跪着签 是 是 大姐 您总得让我知道 这批货的去向吧 您是运往重庆 还是运往延安呢 运往抗日前线 怎么了 大姐还真打你啊 要是真打 就不止这一鞭子了 大姐是想试探我 是不是真的做了罕见 那你是怎么说的 我给了大姐一些暗示 也不知道她能听懂多少 不懂就不懂吧 知道的越少对她越安全 不过她的身份 我倒是大概明白了 我们的人 以我的判断 她目前应该只是一个 红色资本家 在党组织内部 没有什么重要身份 这太危险了 你的亲姐姐啊 多少张眼睛盯着她呢 即使只是红色资本家 那也是致命的 已经这样了那能怎么办 要不你去劝她收手 别别别别 你都这样了 我要再去劝她 那就是牺牲 我还想再多工作几年呢 现在上海形势这么复杂 大姐对敌斗争经验 又实在太欠缺 既然阻止不了 那就从现在起 你给我派人盯住她 最主要是保护好她 是 要收担衣让大姐知道 我们派人监视她 她肯定饶不了你 就是再挨一摆鞭子 也得保证她的安全 要想让我不挨鞭子 就让你的人机灵点 别让她发现 是 大哥 今天早上 最新解惑的特高科米店 波兰之音即将到港 长谷传纲 对 这个长谷传纲 是日本议会贵族院成员 曾经以武官的身份 被派驻波兰使馆 所以 日本军方称之为 波兰之音 我听说此人 参加过对华的谢俊臣 现在日本陆军参谋本部 作战部任职 他来做什么 此次他是作为 日本天皇的特使 从香港启程来上海 视察上海驻军的情况 做了他 我去 我 这次我要小提大做 你 你 我的意思是 给都风发报 波兰之音倒纲 执行局杀人 让明台去 你 我去